几两脚羊的历史,这是一段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巅峰盛世面沙下,最血腥最残暴的黑暗边年史,五湖时代其实并没有两脚羊这个词语,为什么现在会有这种说法呢? 这源于此前网上流传的一篇叫《五湖十人路》的文章,《五湖十人路》主要描写的是,魏晋南北朝时期,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,烧杀淫略,甚至将老百姓抓来吃掉。 在这篇文章里面,杰族直接将掳掠的汉族女子称作《双脚羊》,不知道这个不具名的作者是从哪里查到的资料,把《两脚羊》称作《双脚羊》,第一次提到《两脚羊》这个词,是北宋末年一本叫《鸡鞋篇》的笔记,作者叫庄绰,在这本书里面有这样一段话,自靖康炳五岁,金迪乱华,六七年间,山东,京西,淮南等路,经贞千里,斗米至数十千,且不可得,人肉之甲, 鉴于全食,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,全居豹以为辣,登州范文帅忠义之人,绍兴鬼丑碎犯海道前堂,有持质行赞优势者,老受男子为之饶把火,妇人少爱者明知不现羊,小儿呼为何骨烂,又通目为两脚羊,这段话的意思是,女真人祸乱中原时,一斗米的价格暴涨之数万,而且是有价无事, 人肉的价格呢,还比不过猪肉和狗肉的价格,好点的人肉,飙肥体壮的,也不过卖到一万五,可以算一下,一个飙肥体壮的人,不够买到半斗米,为啥米比人还贵,粮食少是主因,但也说明,被用来吃的人很多,老百姓都可以被用来卖成肉吃,价格自然也就低了, 这段话最后一句非常残忍血腥,老受男子为什么叫饶把火,可能使男人的肉粗糙,因此得加大火力,而女性小孩的肉好吃,两脚羊可能就是说,如同羊肉一样鲜美,北方少数民族爱吃羊肉,故由此说,小孩的肉比较鲜嫩,可能一烧骨头就酥烂了,那个时候吃人太过普遍,比如《水浒传》里面也有好几处血脉人肉包子的,其实北宋以前,虽然没有两脚羊这个称呼,但是人吃人的惨剧, 确实不绝书,十六国时期,前秦将领福登外出打仗的时候,从来不带粮草,而是以敌人尸体为食,他把杀死的敌兵叫做熟食,唐朝末年,卢州刺使杨行密围攻广陵,城中粮草庆尽,守城军士就抓百姓到极上贩卖,专门派人杀戮他们,像屠宰朱阳似的,这些人被杀时,竟然一声也不喊叫,还有隋朝末年,家楼罗王朱灿更是杀人,诗人成风,美攻下一座城镇, 朱灿就传令,把弱小的男女分给各部随军一同行动,要时就杀着吃,唐末皇朝起事时,率军围困陈州,掳掠百姓为军粮,把人放在大使队中连鼓捣乱,煮熟当饭,未尽八王之乱期间,慕容仙被抢劫中原,抓走了数万汉族少女,每晚士兵们奸淫之外,就不断将其杀吃掉, 元朝末年民不聊生,吃人肉也是层出不穷,当时的人认为最好吃的是小孩的肉,其次是女性的肉,男人的肉最难吃,而对于烹煮人肉的方式有很多,有的是把人放在一只大缸,外面用火微烤,直到把人烤熟,有的是把人放在一个铁架子上,下面用火烤,像烤羊肉串似的, 有的是把人的手脚捆绑起来,用开水浇在身上,然后用竹扫帚刷掉人身体外层的苦皮,在割包肌肉烹炒而食,有的是把活人装在大布袋,放进大锅中,有的是把人看成若干块,用盐盐上,随吃随取,有的是只截取男人的两条腿,或者只割下女人的两只脚,元朝的暴政,仅此可见一般,由此可见,在中国古代,人吃人的历史又多么远远流长,又是多么的毛骨悚然,最后奉劝那些, 天天梦想着穿越回古代,尤其是特别喜欢看穿越剧的年轻女士们,醒醒吧,少做些白日梦,古代远不像你,想象中那么美好,还是生活在前面,